我在今年的3月 買了第二間房子 但我卻在7月份 將我剛購入的房子拿出來賣 是因為房價要跌了嗎? Hi 雲林瑪華房 瑪華房找小楓 我是小楓 我買的價位是屬於 斗六四的天花板 因為是以自住的需求買房 所以我才會在房價的高點選擇購入 如果不懂我 為什麼我這樣說 可以先參考我之前 對於房價漲跌 跟自住沒有關係的影片做參考 我在3月份購入房子後 隨即遇到的是 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 當下我就很清楚 戰爭造成的物價通膨 會讓美國停止量化寬鬆 就是QE 為了抵制通貨膨脹 因量化寬鬆而產生的大量資金 會飛快的往美國回收 我也很清楚 在未來會導致全球的房市 急速降溫 由於烏克蘭戰爭的關係 全球的股市在5月份 有下殺的現象 而我在6月份認賠了手上的持股 雖然我認為 較高的機率還是會回答 但也因為考慮到了 新購入這間房子日後的交款 到時候手上一定要保留現金 所以我認賠殺出 那麼為何我要將房子拿出來賣呢 第一點 在烏克蘭戰爭後 我很清楚 量化寬鬆即將結束 初期市場一定會有嚴重的量縮 目前情勢也驗證了我的分析 整個市場產生了嚴重的量縮 由於房屋中介是個沒有底薪的工作 交易量大減 勢必會對我們的收入造成嚴重的影響 為了做好最壞的打算 所以我選擇將槓桿開低 畢竟一間房子的槓桿是5倍 而我擁有2間 隨時要做好最壞的打算 才不會讓自己成為煩惱 這是我一直愛分享給客戶的觀念 第二點 9月份即將排省的平均地權條例 如果有在關注房地產 一定會對這條條例不陌生 如果藉時預售屋禁止短售條例 立法院刪讀通過 預售屋將不可再換約 第三點 他們如果沒有賣掉 會對我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對我並不會有影響 因為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在6月份的時候 我就將股票認賠變現 做好最壞的打算 另外我是自住的角度去購入 藉時只要將我第一間自住的房子出售即可 就是一個移屋換屋的概念 這部影片想要表達的就是說 找出自己的WHY 明白自己行動的動機是什麼 可以讓你更清楚 自己該在什麼時間點買屋 售屋 以及做好風險控管 這真的很重要 以下是我的觀點 房地產作為資助產業的地位不會改變 不管你承不承認 房地產始終是人類進入城市社會後 非常重要的產業 第二點 房地產不會雪崩 但是未來一定會有進入全新的週期的時段 房地產在台灣人民財產配置中 佔據非常高的比例 台灣人普遍都認為有土是有財 導致政府除了不樂見 房價過高外 也很難放任房價出現快速下跌 這意味著 政府的打房政策只會壓制目前房產暴漲 而不是想要打垮整個房地產 政府也不會容忍 房地產再回到2019年疫情時期的炒房時代 所以房產要回歸民生居住需求的大方向不會改變 那麼2023年的房價走向呢 一個城市有沒有未來 關鍵在於人口數的流入以及流出的方向 就2023年明年而言 如果不錯的縣市和地段 房價續漲的機會還是很大 但是大部分的城市的房價現在已經是歷史頂峰 比較難再續漲 如果硬要說一個時間點 我認為房價會修盛的時間會落在2024年至2025年 但前提是政策沒有太大的改變 因為政府的政策是影響房價散跌的主要原因 或許將來會遇到更嚴重的事情 導致QE量化寬鬆 房價繼續飆漲 也或許將來台韓兩岸的情勢緊張 或是遇到經濟危機 房價直接雪風式的下跌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預測房價的走向 但是我們可以事先先評估這些事情 如果在買房的路上 你有許多的問題想要詢問 我在下方的諮詢欄放了我官方LINE帳號的連結 你可以去加入 然後輸入代碼007 領取我製作的買房並非手冊 你也可以跟我預約諮詢 60分鐘都是免費的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